2月27日至28日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与美国总统特朗普 将在越南首都河内 举行第二次朝美领导人会晤 磋商如何进一步推动 半岛无核化进程 以及改善朝美关系 金正恩与特朗普具体会面的地点 尚未官方公布 但不少媒体都猜测 正式会面将于2月28日 在越南国宾馆举行 2月26日 记者来到了国宾馆 宾馆尚未进入戒严状态 有媒体在附近进行报道 正门紧紧关闭 侧入口处有一位老人进行看守 表示这里禁止进入 国宾馆旁边的咖啡厅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 咖啡厅接到通知 将在2月27日和2月28日闭店 3月1日再重新开放 国宾馆又称东京宫 占地面积15000平方米 这座建筑是河内的重要历史遗迹 由法国建筑副官奥古斯特 亨利·维尔迪厄 建于1918年到1919年期间 是法国殖民政府 在越南北部的总部 当时越南北部 仍处于法国殖民者的统治之下 国宾馆 有具有浓郁古典主义风格的立柱 和文艺复兴时期 巴洛克风格细节的雕塑 代表了法国殖民时期的 新古典主义建筑 1945年3月9日 在日本发动政变 并击败法国之后 这座建筑被重新命名为东京宫 1945年8月 越南北部的八月革命后 到越南全国抵抗期间 胡志明和越南民主共和国 临时政府一直在这里工作 在此期间 该建筑被重新命名为 北方政府大楼 并作为越南民主共和国的 第一个总部 1954年10月10日 河内首都解放后 这座建筑经过修缮 成为越南政府的国宾馆 如今 这座建筑被用来欢迎 来自世界各地的重要代表团 1969年 国宾馆的房间数有所增加 以欢迎各国元首 自从2006年11月7日 越南加入世贸组织以来 越南的外交活动越来越频繁 国宾馆的客人越来越多样化 这座建筑也有机会承担 更多的外交事务 服务也变得更加多元化 作为一个国家级宾馆 这座建筑承担着重要责任 也是越南许多重大事件的历史见证 此外 不少媒体猜测 国宾馆对面的大都会酒店 是金正恩与特朗普 正式会面的备选地点 当天 记者在现场看到 宾馆还在正常运营 门外有警卫把守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